法裔加强合作瞄准欧洲一体化 日前 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意大利总理德拉吉 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签署奎里纳莱公条约 以加强双边合作 两国表示 将通过打造更牢固的双边关系 加强欧洲一体化建设 奎里纳莱公条约 以法国和德国1963年签署的爱丽社公条约为参考 旨在为法裔两国在欧洲事务 外交政策 国防事务 高新科技等领域的合作建立体制性框架 2018年 意大利联盟党和五星运动党组成联合政府 该计划被冻结 德拉吉表示 回里纳莱公条约是确立法裔两国未来特殊关系的重要文件 今后两国关系将更加紧密 该设援引马克龙的话称 作为联盟的创始国和条约的首批签署国 法裔两国正捍卫一个更加民主的一体化欧洲 世界报业新迪加网站在评论中称 奎里纳莱公条约是法裔两国为填补默克尔离任造成空白而展开新合作的具体成果 法裔两国希望改变欧洲德国主导 法国配合的德法轴心权力现状 打造法德一轴心 欧洲时报在评论中表示 工业合作、贸易关系等因素 或将成为法裔合作条约能否发挥真正作用的是今时 报道称 法裔两国工业关系并不融洽 今年初 意大利造船巨头分坎地迷集团收购法国太平洋造船厂失败 意大利著名房屋企业莱昂纳多公司或将向法德财团出售部分资产 一系列情况表明 法裔两国在工业领域竞争非常激烈